哈喽大家好,我是大脸猫猫姐,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,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。 投票也是第一家做这个事情的,自媒体人通过投票的推荐引擎,现在究竟发展的如何呢?给大家看一个真实的案例,第一篇10万家阅读的文章来得莫名其妙,微信的数据对比说明了几个问题,上图显示,相同的文章在投票里获得了122万的阅读,有161个评论微信订阅号上,只有488个阅读9个赞。 我认为投票通过自己个性化推荐引擎的产品特点,形成了强大的内容分发能力,实现了平台出钱,出广告,出流量,供应自媒体的方式,投票号和微信订阅号的对比,像微信这样的熟人社交平台,用户访问往往只局限在热门的10%左右的内容。 只有那些最热门的,得到了很高转发的内容,才能得到更多的曝光,一些冷门的内容可能会永远沉在数据库中,没有被人发现,这样就会有一个问题。 小号永远没有流量,内容生产生态是两极分化的,虽然微信针对订阅号出了打赏功能,但在那些比较热门的大号中,还是绞尽脑汁的通过将内容与广告相结合的方式,通过文章中提到的产品去收取产品的广告费用。 这也就说明,在微信订阅号的打赏功能没有满足大号盈利的要求。 头条号中,新人自媒体通过头条的精准算法,可以使内容在针对人群中露出,找到流量和曝光,不断提高内容质量。 曝光率也会越来越高,它会帮助用户去发现更优质的常委内容。 只要你愿意去做广告推广,都会获得一定的资金奖励。 所以我认为头条号最大的意义在于平衡了内容平台的一个生态,避免了马太效应。 我们再来说下一个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组成部分,短视频。 2015年是短视频产品发力的一年,小咖秀和美拍都是那个时候起来的,短视频也成为头条内容上发力的方向。 短视频这个模式也非常适合手机移动端观看。 头条短视频的提供方一般是制作短视频的媒体机构,包括自媒体。 视频栏目旗下也做了比较详细的划分,有像是游戏等等娱乐内容的板块。 有一位从事短视频领域的创业者这样说,他们在头条上的流量是巨大的,甚至超过了优酷土豆。 头条现在要求必须是直接上传视频,这就意味着与图文消息不同的是,它不再做聚合,而是只做视频托管。 从这里足以看出头条对视频内容的重视。 图文信息的内容审核是以机器加人工,头条会不断更新敏感词词库。 视频内容则全是以人工审核,人工审核团队人数已经有300个人,这也足以看出头条对视频的安全意识是非常强的。 头条为什么这么重视短视频呢? 这是2015年Trust Data在报告当中显示, 今日头条的用户月度使用时长占移动端总时长的0.91%,达到了同类产品的行业首位。 到了今天,头条的使用时长达到了76分钟,这和头条加大对视频的内容分发是分不开的。 用户的使用时长越长,产品对用户的粘性也越高。 这样一来,它可以增加视频广告的容量,乃至对整个头条产品的商业模式,也给了更多的探索余地。 现在头条在首页文字信息流里插入了短视频,像国外的YouTube,以及国内的微博,QQ空间,都相应地做出了这样的功能。 在信息流当中,WiFi情况下,视频的展示如果超过了50%,会自动触发播放,动态的东西比静态的东西更吸睛。 我认为最主要的三个模块是信息流广告、电商导购,以及应用分发,商城旗下还有电影、金融、探索性的一些栏目。 应用分发,在应用技术比较大的APP中,应用分发是一个比较常见的商业模式,头条也做了这样的模式。 下载按钮也是One Load,这个转化率可能并没有达到头条的一期,用户并不习惯在观看资讯的时候下载APP。 现在头条最主要的盈利模式是右边的信息流广告,大致分为开评广告、信息流大小图、信息图文,以及专题。 头条广告希望能够通过个性化的推荐,给用户一种信息的感觉。